大家好,我是YG500周业预测 今天介绍一下本频道 本频道是一个有择业的预测人员 所开办的专业的预测频道 是一个综合性的预测频道 预测的内容有 日常生活案例 时事新闻和娱乐新闻 各类的体育比赛 以及各类的股票 还有各类的虚拟货币 本频道的宗旨是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为你排油解难 帮助你做错决策 当你顺风顺水的时候 为你带来彩云 很多网友 就是凭本频道的经典案例 了解了这里 来到了本频道 YG500周业预测 请大家记住 本频道是YouTube上 第一个用周业进行 各类虚拟货币的频道 也是第一个用周夜 对卓球比赛进行预测的频道 经典的案例 有很多 比如去年成功的预测了 今年比特币上涨 再如5月份成功的预测了 二国币的上涨与下跌 以及8月份 伊太坊的暴涨 还有欧洲杯的决赛的比赛 相当的经典 可以称为风神之座 欢迎大家前来观看和了解 如果你对本频道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欢迎加我的微信号前来咨询 也可以为你量身定做 各类指导 可以加入我为你制定的VIP 比如体育的VIP 股票的VIP 还有各类虚拟货币的VIP 欢迎前来 我在这里等着你 大家好 我是YG500周夜预测 今天要讲解一个时事新闻的案例 这几天啊 东航的民航客机 设施 大家很关注 很多人都对这个设施的原因 飞机设施的原因 进行了推测 这段时间也比较忙 所以 昨天摇了一挂 天则旅 卯月 雾银日 三个摇动 三个摇动啊 我是这么问的 东航客机飞行事故是什么原因 我们简单而要的啊 把这个事情 讲一下啊 我认为第一条 它是机械故障 而且是金属发生了变形 或是管道运行 有抖射 跟资金属发生了变形 什么意思 不错 嗯 对 然后 可以 在元帅家里 在元帅家里 我设许 第二是我认为是机械故障 飞机的机械故障 有很多人猜测什么 反正是五花八门的 我也不一一立举了 我认为按照这个挂项来解读 那是机械故障 是金属发生了变形 或者是管道运行中发生了堵塞 而导致的飞机压力系统发生变化射中 由于金属发生了变形 或者是管道运行发生了堵塞 导致的飞机 压力系统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 射中 由于是突发性的事故 所以飞行员 处置来不及 飞行员 它的处置是来不及的 而且 而且也不完全的 飞行员的处置 来不及 而且有设物的地方 或者是操作 不到位的地方 由于是突发性的事故 所以飞行员的处置 来不及 当然 它有受不到位的地方 处置这样的一个 突发性的故障 来不及 下面一条 不存在飞行员 有主观故意 有一些人 推测什么飞行员 什么 特地把这个飞机开了 什么 坠落了 或者是什么样的 由于它个人的情况 怎样怎样的 不是的 不存在 飞行员的主观故意 所造成的 罪机事故 就这个挂项来看 我以为 没有飞行员 在主观故意上面 所产生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下面一条 由于是基础的下坠 导致的 大脑缺氧 基础的下坠 导致的大脑缺氧 这是这几条 是我就这个挂项上面 所看的 所推断出来的 好像两个黑匣子都找到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最终的 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 最后的定论 这个是我 按照这个挂项 所推认的 那么我们有待于 国家的最后的公布 关于这个东航客机的 飞行事故 是什么原因 这个挂项 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拭目以待 等待最后的认证 啊